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借著短短幾十年的人生來學佛 進而解脫無窮無盡的生死輪迴 假若人死之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既沒有善惡報應也沒有三世恩果 沒有六道輪迴這樣我們不一定要學佛 甚至這一世可以盡情享受 但是宇宙和人生的真相並不是這樣 宇宙之間有善惡報應有三世恩果有六道輪迴 善惡報應就是說我們縮世以來 因行善或者作惡 自小未來世或者做人或者墮落地禄 惡鬼畜生或者出生在天上 只是出生在天上的機率很少 甚至要出生做人機率也很少 所以佛陀說人生難得 難得就是講下一世或者未來世 要再做人是很困難的 這樣豈不是往往都是墮落三惡道嗎 確實如此 確實如此 這就是善惡的恩果 行善作惡屬恩 未來出生在天上或者地獄是果 因為有善惡報應有恩有果 所以就有過去世現在世以及未來世 這就是善惡報應三世恩果六道輪迴的道理 佛法的基礎就是建立在這個道理之上 進而提出超越之道 因為這個道理就是佛法的基礎 因此如果教法不是建立在這個道理之上 就不是佛法 如果對人說法 並沒有強調這樣的道理 就是偏離佛法 因為這個是佛教佛法的基礎 是最根本的 因為有六道輪迴 而且六道輪迴的本質是苦 不是安樂的 所以脫離六道輪迴的目的就是要脫離苦 那脫離六道輪迴以後 是甚麼現象呢? 是非常美好 非常殊勝 也就是不再繼續輪迴六道 不受生、老、病、死的四苦 或者八苦 或者無量的苦 生命是永永遠遠健康 長壽 這個長壽是超越時間性的永久存在 南無阿彌陀佛 在這裏 中文化 中文化 中文化